接下来请继续收看 创意理财尽在运通 我们今天把手中的空单 统新又出掉了 赚了23% 其实股票就这样做 报一段期间 不管是多跟空 你就报一段期间 赚到最大的满足点 你再把它出掉 我的策略就是这样子 我的操作摩集也是这样子 然后今天进了一档新股票 因为我老实在跟大家讲 我的股票真的不多 进了就是要大赚以后出来 没有说什么今天发一档 明天又再发一档 后天又再发一档 然后每天涨停板的我都有 我不是这样子的做法 老老实实的做 看能不能够帮到会员 帮到观众朋友 赚到钱 看一下 帽连 这边买进 这边卖出 3月22号 最晚的一笔啦 是叫做3月22号的174买 然后所有人 因为3月22号以前还有进场 到5月16 所有人都在这边获利了解 一半挣了40% 接近可能报了差不多两个月 所以你要知道我的tempo 股票好股票 当然你要报两个月才能看到它的一个波段涨幅 很多人图快 我跟你说真的 你不要想说股票你要很快的赚到大钱 你报个两个月啦 真的报个两个月 我觉得会有看到绩效 你要说今天买了 然后明天又要换 换了后天又要再换 这种永远赚不到大钱 你没看现在当充税减半 成交量还是不够啊 大家都很聪明了 所以我的操作策略 我觉得是最真实的 最好的一个方式 呈现给所有的观众朋友 再来看大江好了 大江也是在这边进的啊 一样嘛 你不要在那种长起来的时候进 你要在盘整的时候进 每次盘整都在进 然后呢这里 最后一次进单在这里 174块 6月6号 是不是茂莲出掉的 你可以进大江 174块进 6月26号 201附近获利减码一半 挣了33% 6月6号到6月26号 就是快 好为什么会快 因为最后一笔单子 它是这里是发动了 这边发动了 我们看出来了 所以我们在这边 最后再请会员在这里 赶快进场 还没有进场的 要赶快进场 之前也是在低档布局啦 可是你布局的股票 你有时候会快 有时候会慢啊 可是我们在盯它 所以说这边要发动的时候 我们都会知道 就像茂莲要发动的时候 我也是提醒我的会员 观众朋友 我说茂莲要发动了 布局以后 你就会盯着它嘛 盯着它要发动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 茂莲什么时候要发动 基本上发动 真的你都可以看得出来 茂莲是这一天啊 这一天发动 因为这边盘整了很久嘛 这边发动 这边电视上面 我也有讲哦 这边是哪一天 要不要剪VCR来看 来我们镜头带近一点 5月2号 5月2号我记得 我在电视上面有讲 茂莲 这一档个股 要发动了 三角形收敛完毕了 你要去买 这叫做操作啦 你看大疆卖在历史的新高 而且赚到真的是波段 因为大疆现在跌到剩下18几了 我们卖在201 这就是赚到比人家 不论是你追单啊 你追在180几的 我们是进在174 我们已经赢他了 然后呢我们卖在201 那现在又剩下18几 不论是追单的 抢单的 怎么做的 都没有办法赢我们 绩效没有办法赢我们 就代表我们很强啊 然后哪一只 统星 5月23号空的 看一下统星现在 好统星今天大涨哦 大涨了11块 来到166块 你说大涨11块 对我们来讲 有没有任何的感觉啊 我空在这里耶 空在这一天耶 你今天大涨了7% 你就算大涨10% 都感觉不出来啊 因为166块的10%是16块 统星210块 跌下来 210块的10%是21块 他现在涨上来 只涨了原本210块的三分之二而已 就算他涨10% 都已经是太少太少了 可是我们还是要回补啊 有赚还是要回补啊 11点半的时候 回补在哪里 162元 全数回补哦 这没有说回补一半 因为统星他要 他要除息了 他7月12号要除息了 你现在就算你不全部回补 你7月12号以前也要全部回补了 大家赚了48块 23% 当初我们空在这里啊 我们空在这里跌下来的时候 我还跟所有的脸书上面粉丝说 孔星才刚跌耶 那时候龙卷这边回补 这边回补这边回补 三天大量回补了几百张啊 因为统星股本只有三亿 这边回补了几百张的龙卷 我说你们干嘛啊 统星才从 210跌到190几 你们回补干嘛啊 结果呢 说完以后马上被打脸啊 又涨到210 你说涨到210我会做什么动作 我当然还是续爆啊 没有空的还是在空啊 你看跌下来 光跌到这边就已经大赚了啦 再续爆续爆爆到这里 终于在这里回补了 这个期间到底是多久 所以你可以看 做期货 做股票的一个tempo 股票的tempo 你看这边5月23号空的 这边6月29号回补 这样子是23% 差不多一个月出头嘛 所以说你股票 就是你要放一个月 甚至于两个月 你才能够赚到大钱 你要看它有没有发动 这叫做操盘 不要说你要一直换啊 所以我在我演讲会说 现在你们会不会觉得 你不敢去看你的对账单 很多人是点头啊 一方面可能你就是没赚到钱嘛 你看到对账单 真的看了就伤心 另一方面你会觉得 看了对账单以后 你会发现 怎么手续费这么高啊 怎么你的期交税 股票交易税这么高啊 很多人不敢看 所以说你如果做这一种 你如果跟着我这样子做的话 你股票交易税不会高啊 对不对 五月多到六月多 你报了这么久 你的股票你如果统新 你空个五张 也才一百万啊 对不对 一百万你空了 报了一个月 你上个月的股票的交易额一百万 假设统新而已 然后这个月到了月底 又交易额又一百万 这个税跟手续费它是非常低的 可是实际上你赚了23% 你扣掉0.5% 你还赚了22.5% 我就说真的这样子才是做单啊 我做单做非常久 我从大学到当兵 我当兵的时候还拿一个神乎奇迹 那时候有种看盘的机器 叫做神乎奇迹 在那边看 每天在那边操作 每天冲啊 他会推荐股票嘛 今天推荐哪一支 明天推荐哪一支 就是每天在那边冲冲冲冲冲冲 我发现这样子下去 我手续费会被他吃光 慢慢你要调整的方式 真的都是完美的操作 统新空在最好的位置了 起跌点 回补在今天要反弹上来 你看166 我们平在162 最后收在166 这边又赚了4块钱的价差 就这样操作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 不要说老师你每天在讲旧的股票 我就是说股票少 金 然后呢可以赚钱 这才是重要的事情嘛 不要说每天推 你会 我跟你讲一个迷思 今天哪一支涨停 或是这个老师连续拿出 5 6支股票来 就说这个跌下来我赚到了 那一支涨上去我赚到了 那这个老师他应该是 他如果拿出五张 他可能今天发了三四十张 然后有五张对 他拿出来讲 很多的一些诈述啦 不能在这边讲太多 因为我们没有在做这些事情 所以我都会觉得为什么 人家要做这种无聊的事情 不要再骗人家 这一档股票也是我们今天唯一进场的一支个股 叫做旺旺先背 好很怂 我不能告诉你答案 因为我们会员今天才进场 可是进场当然有它的一些利多存在 基本上这一支股票 有三大利多 其中一个是第二季 它的一个获利会比第一季成长五倍 然后这边是减码的讯号 这边叫做加码的讯号 你这个加码讯号也许它不会再涨啦 因为它已经涨过一波这边减码嘛 它也许会往下跌 可是为什么我们要买它 因为这边 这一天有公布了一个消息 公布完消息以后 它往下重挫 你看这个下影线是很长的 它往下重挫以后 哇啪 你看这边是开低嘛 对不对 它发布消息以后开低走低 然后呢 收上来 收了一个这么长的下影线 而且它又变成红K 长下影线多方胜出 代表它那一天啦 6月28号那一天 它是多空多空在对战的放大量 然后呢多方赢了 多方赢了今天又在涨 好代表它的利多的消息是真的 我们今天在这边进场 还来得及上车 我觉得还来得及上车啊 涨上去再涨上去当我公布的时候 就没有意义了 好就是会差个5%吧我在想 如果我公布的时候就差个5% 我希望啊我当然希望所有人都赚钱 好可是还是会以会员为优先 这档个股我不过我提示成这样你应该很好猜 好旺旺先辈 你猜得到的话你就也就直接去做就好了 好我是这样建议 然后这档个股是都没有人 都没有人知道 连我的会员也都不知道 只有我知道啊 不要说老师你自己都不知道 真的有这种东西耶 有些老师就贴一个 拿出一个股票嘛 然后盖一个牌嘛 他说这档个股没有人知道 我的会员也不知道 结果呢连他也不知道 因为还没有出来 隔天哪一支涨停 他才会把那个股票填上去 可是这档个股真的 只有我知道 二叉叉叉 底部所买以后他都暴冲 底部所买以后都暴冲 我就说他是一支景气循环股 每次景气来的都会暴冲 每次景气来的时候都会暴冲 这边暴冲很多 然后我说他有类似的股票 因为他不是一支嘛 他又不是独占的 他有类似的股票有三支啦 那个类股里面有三支 而且都蛮大型的 我们叫他油水很多 这支个股我们叫油水很多 然后这支油水很多 这支股票 他的同类型的 跟他做一样的行业的 油水很多 跟他做一样行业的 今天居然大涨了5% 吓死了 今天大涨5%了 那一支油水很多 油水很多本人 他今天只涨了1点多% 基本上为什么会涨 我们也都非常的清楚 因为这一支涨5%的原因 是因为他的营收 一直都比油水很多还漂亮 可是这一支 为什么营收会很漂亮 是因为去年真的烂到不行 所以他就是去年基期太低 所以他今年每个月 营收都比去年同期成长30几% 可是我们的那一支 我觉得长期更看好的 油水很多 他实际上我觉得 他到最后涨幅会比 他的朋友还要厉害 好 今天还在瑕福盘整 今天涨上来 今天涨上来 还在这个三角形收敛区域 因为我说过 什么时候我才会进场 我觉得已经快要发动了 我说过我什么时候会进场 我说过跌到这里的时候会进场 可是我觉得几率不大了 因为他的朋友已经大涨5% 已经快要突破新高了 等他有 他现在今天是涨这样 现在是一个红K棒 涨这样 也没有突破 因为这边开高走低下来 他现在还在瑕福盘整 所以如果有一天 他出现一个红K棒 变成这样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会进场 要不然就是这个时候 我们会进场 油水很多这档个股 真的我觉得已经快要包不住了 只包不住火了 快要发动了 都还没有进 迟早有一天要进了 因为7月10号以前要公布 6月的营收 这个营收公布出来 应该就是前面就会先发动了 因为很多的自营商也都在注意到他了 外资也都在注意了 因为这是外资会买的股票 所以说他这一支 这一支为什么会涨那么多 这一支为什么涨5% 就是他的同类股 油水很多的同类股 为什么会涨5% 因为外资在这边都一直在布局 外资一直在这边都在布局 有一天这一支股票中错以后 又收一个下引线往上拉 我们又把它贴出来 我又把它贴出来 真的也就又被看出来了 所以我觉得 这些外资自营商都在布局 买起来 因为又在底部 这个绝对都安全 所以我买股票真的 安全第一啦 那时候华邦店跌下来 会员说 老师这一支股票跌下来了 要不要出啊 11块跌到11 11.5跌到11 我说出什么出啊 不会有事啊 然后群创 群创我们也买高了 跌下来 他会说老师 然后那个会员就问 问法就变了 他不是说 老师啊 群创跌下来了 要不要出啊 因为原本他不相信嘛 华邦店 我说会大涨 我说不用出啦 续报啊 后来涨了七成 后来群创也买的稍微高了一点 后来跌下来 那个会员问法改了 他说老师啊 群创跌下来了 要不要加码 我说当然要加码 群创绝对会创新高 结果呢 群创真的创新高 今天还是有人在问群创 我觉得群创 群创这边出现减码讯号 可是如果你是长期看好的话 你不用担心 他盘整盘整完还是会再上去 好我们在这边又做加码的动作 好想要知道股票的 想要跟上我们的 现在有299的验证限定 只回馈给相信我的人 股票不多 重压大赚 100万20%是20万 200万20%就是40万 1000万的200%就是200万 好不好 299限定 提供给所有想要知道 油水很多的投资朋友 我们先消息一下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爬下 二 掩护 三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 起上台湾抗震网 运达头部 好处弄在这儿啦 举起身装运达头部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看到明师为您 及时解盘 有机会得到标普讯息 还有产业最新讯息 立刻搜寻运达头部APP 货电02-22781-0909 2781-0909 轴轮精细的磕痕 如同精准的研究判断 部分昼夜的运转 如同亲切专业的展业服务 我们讲究每一个细节 斟酌每一个环节 带领柜员转动过底的巨轮 因为珍惜脱祸 所以全力以赴 运达头部 02-2781-0909 02-2781-0909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生命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感觉一切吵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着片刻的运气 做父母的最怕听到肠病毒 一个疏忽小朋友的健康就可能受到威胁 家中宝贝如果感染肠病毒 一定要注意重症的前兆 像是试睡 手脚无力 意识不清 持续呕吐 睡眠中突然出现惊吓到的反射动作 呼吸急促或心跳加速 出现这些症状 一定要马上到大医院就医 以免错失治疗黄金期哦 认识肠病毒重症前兆 许孩子一个健康未来 期货的部分 我研究出来这个指标 我们就永远照着指标做 我花了很多的心思在指标上面 很多人指标不是他自己做的 我跟你讲我的指标 都是我自己研究出来的 所以你看这边 我们来对照一下 要怎么操作 我们先看多的 正325点 是6月16到6月28 我们先来看这里 把它放大到这边 多方讯进场 是不是6月26号 6月16号 是不是在9910 对不对 然后我们再把它缩小拉过来 我们镜头直接看着电脑就可以了 是不是就一路上是红色的 红色就是多头走势 红色多头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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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加有减 有加有减 就是加码跟减码 加码跟减码 直到有一天 它出现 转绿了 或是多单出场的讯号 就把它出掉 这边是不是来镜头再往这边带 是不是6月28号 出在10309 10309这里 就是你现在看到的 6月16到6月28号 总共挣了325点 我这边也是会写上来 做一个记录 就是这边已经总结了 就是6月16的9910到6月28号的10309 合计挣了325点 那我们昨天给你看的是这个东西 6月28到6月29 我昨天节目上面秀的是这个东西 我节目 昨天节目上面秀的是 昨天的指标赚了70点 今天因为反弹嘛 我们缩小变成正12点 我觉得节目上面就是真实的公开给你看 怎么操作的呢 我们来把它放大一点给你看一下好了 来 昨天的情况就是这里会进一笔空单 10309 这边会加码一笔空单 叫做10283 我跟你讲 我现在发抠讯就这样发了 10309 建立一笔流仓空单 然后呢 10283再加码一笔空单 这是昨天的 昨天的两个讯号出来 我们就是用那一个 那一根K棒的收定的价格 我们会去发抠讯 这样的好处是什么 因为这个世界上真的太多的 太多的因素会影响指数了 我如果研究的一个 我现在认为一个大多头 台湾的景气太好了 可是你没有研究到 其他的市场的景气不好了 会带动台股往下走 而造成你原本对它充满了憧憬 可是实际上它居然下跌 你要去克服这个东西 你只有用人工智慧 对不对 这边两笔空单进场了 早上我跟你讲 有一个例外的情况 就是如果因为外力的因素开高 它没有转多 我的指标到现在都没有转多 都没有出现红色的东西 这边出现空单 我就空单续报 就也不要出也不要进了 这里 因为这边又空单进场 我们有空单 所以说我们空单续报 也不要再进了 最后这里 这边是关键 最后30秒你看一下 在最低点出现空单回补的讯号 这边涨上来我们就又 获利了结一笔 获利了结一笔 所以说现在还有一笔空单 还有一笔空单 如果你只有一笔空单的就不减嘛 所以说总和就是你看到的 好不好 正12点 期货的部分也是一样 不要再花脑筋猜今天涨还跌了 照着指标来操作 299期间限定 好不好 广告之后把电话拨通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切之客 也有大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就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身评估并自负 投资风险 现在 杀YouTube订阅运空财经台 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 一击在手 走到哪 看到哪 YouTube24小时 线上直播最及时 分析师精准盘式解析 随选随看 真方便 YouTube运通财经台频道 随时随地和您online在一起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投资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投资 好看我在这儿啦 即日起身装运达投资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看到民事为您 及时解盘 有机会得到标普讯息 还有产业最新讯息 立刻搜寻运达投资App 复电02-2781-0909 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投资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1909 2781-0909 2-231-0909 3-4-815大家都怪浅 看我来到哪里 に雪上下 中文字幕——YK